我画了很多山水 就像仙境 虫栏蝶杖 很多山水画 很大一部分在中国 画山水都很富有诗意的 一层一层很有灵气 山在云雾中 像仙境一样的 云在飘荡忽隐忽现的感觉 层层层层重拦叠杖的感觉 优秀的国画 包括五个要素 第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 或者描绘一个好的故事 第二 绘画的记忆必须十分娴熟 第三 要有美观的书法 提写寓意深长的句子 或一首诗词 这提拔本身就是一种 非常高潮的艺术形式 第四 要盖有作者的印章 最后 还要装表成画卷 以便保管和观赏 只有这五种要素具权 才是一种完美的作品 我老师向前军陶 沈子诚 帮我在画上提了很多诗句 每当他们看到我画了好的作品 他们就会帮我在画上提上好的诗句 知名艺术家 只在他们最优秀的学生 所画的最优秀的作品上 提词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张翠英二十多岁时 开始在绘画界展露头角 他举办了好几次个人画展 并多次获奖 著名国画大师 钱君陶 甚至写过一篇文章 推荐他的作品 文中说 他在运用笔墨时 能够利用自然景物 像风 雨 月亮等 表达画中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 堪称当今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画家之一 如果现在因为他年轻 还不能被列入著名画家的行列 但他肯定会成为一个 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著名画家 张翠英的作品 经常在国内外的报刊杂志上发表 1985年 经父母做主 张翠英与乔结了婚 1986年 他们的女儿贝拉出生了 可是尽管各方面都很优越 生活优越 事业也很辉煌 总感到人生的痛苦 看到人为了名利去争去斗 都很痛苦 所以就想找个清静的世外桃源 所以说其中也画了一些山水 像仙境一样啊 想找个世外桃源 后来呢就来到了澳大利亚 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张翠英在1991年的圣诞节 移民到澳大利亚 与丈夫团聚 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到了澳洲后 一次陪女儿去动物园 我看到可爱的考拉 我就想把它画出来 我常常陪女儿去动物园看考拉 我花了半年时间 画了一张六米长 一百个不同的考拉 各种各样 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有坐着的 有聊天的 有搂抱孩子的 有谈亲说爱的 有翻跟头的 有捉迷藏的等等 各种不同的动态 充分体现了天真可爱的姿态 她找到一份包装 冷藏蔬菜的工作 但不幸的是 她的身体不适应这种工作条件 不久 她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看遍了全悉尼大大小小的 所有有名的中西医 看病花了一万多块 但是病情一天不如一天 发展到最后 吃饭张嘴都疼 走路走两步就要歇一会儿再走 手连一个碗都提不上 失去了画画的能力 睡觉睡多了 背都痛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就想如果年纪轻轻 就瘫痪在床上 日子怎么过啊 因为实在太痛苦 所以想死 所以想死 遍天 词 撒